我們看第五 他說將坐標否旋轉45度 那麼 這個方程的新方程會多少 我們就知道 這舊坐標 比多少呢 cos 45 度 跟他二分之一 -sin 45 度是-跟他二分之一 s 45 度跟他二分之一 cos 45 度跟他二分之一 那新坐標 所以得到 小一個是等於多少 跟他二分之一 大一個是-大歪 小歪等於跟他二分之一 大一個是-大歪 那我要帶進來 帶進來就變得多少 變得這五倍的 5倍的s平浪嘛 就等多少呢 乘以二分之一的 大一個是-y的平浪 減掉6sy 乘以 二分之一 這兩個相乘是 大一隻平浪 減掉y平浪 然後再加 5倍的 y平浪 這個平浪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大一個是 加y的平浪 然後減掉16 這等於0 我們看這個 這個跟這個相較的話 交叉向於底效掉 所以x的部分是 2分之5 加2分之5 所以是5 s平浪嘛 然後這個 y的部分 也是 也是 5y平浪 這是這等於像 加 現在減掉多少呢 這是3 3s平浪 加多少呢 3y平浪 減16等於 好 那這個減這個就是 2大s平浪嘛 加5加3 是8 這等於16 這是個桃園 所以是s平浪 加4y平浪 等於8 所以這是個桃園